最近很多人去日本玩 但是還沒換日幣的要注意了 日本央行在今天投下了震撼彈 他們宣布要調整殖利率的曲線控制計畫 所以這就引發日元開始強生了 強生2.7% 所以算一算 如果現在用10萬的台幣去換日元 跟你在10月的匯率低點相比的話 你就少換了將近3.5萬日元 大雪紛飛搭著纜車上山 欣賞韓館百萬夜景 今年很多人趁著日幣便宜 計畫到日本旅遊 但20號日本央行突然宣布 要調整殖利率曲線控制計畫 導致日元強力升值2.7% 日元兌美元從137.24 一度升到133.07 公債利率控制 因為在過去這半年受到大的壓力 因為美國公債利率上去很快 所以日本央行把公債利率控制在0.25 對他來說還要花很大的力 去發貨幣政策 公債利率維持在這個水準 專家認為日本央行 這次放寬長期殖利率曲線 就是要讓日本10年期公債波動變大 目的還是要讓日元貶幅直穩 不過接下來會不會再有動作 外界認為這應該只是一次性的調整 長線而言 因為今年貶值貶的非常的多 那長線而言當然還是有一些回升的空間 但是只是說短線上面 因為今天就大幅升值大概有10% 那所以現在再進去大量的去追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危險 政策調整下日幣短期內或許會走強 但中長期走勢市場認為還是會趨於平穩 再加上較好買點已過 專家認為現在要進場買日幣 要先考慮清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綜合報導